一連四天的跨年雲代假期很快結束了 接下來要回到工作崗位繼續工作 不過隨著新年到來 有很多新的政策制度也開始實施了 攸關著民生、交通、勞工、權益等等 接下來這個新聞帶你了解 從今年開始有哪些改變 3、2、1、七年快樂 揮別了2018、迎接2019的到來 結束了四天的連續假期 2號開始 民眾們便紛紛回到工作崗位 繼續上班 但是可別忘了還有許多新的政策 也在新的年度裡上路了 在勞工方面 基本工資月薪從22,000元調升至23,100元 而時薪有原本的140元 調漲至150元 國民年金費率有原本的8.5% 調整至9% 勞保費率也從10.5%調整至11% 而職業災害保險 平均調降了0.01到0.21% 在民生上郵局停止了兌換統一發票獎金 改由多家金融機構以及超商來兌換 對獎APP也正在開發中 另外從今年8月開始 全國實施了2到4歲的育兒津貼 一般家庭每個月2500元 而有第三名子女以上加發1000元 再來是3萬元以上無責存款 必須要留個人資料 金款會規定 強制要求匯款人留存身份資料 如姓名、電話、身份證字號、地址等 在交通上 新款的機車 只要是126cc以上 就必須加裝ABS防縮時煞車系統 而125cc以下 則需要加裝ABS或者CBS連續式煞車系統 而停車格的部分 將開放多輛重機停放 但必須平行、垂直或者斜向的停放 而新出廠的大型車 則必須加裝車道偏離警示 這是交通部強制使用中的大型車輛 加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以防止大型車的駕駛在疲勞的時候 偏離車道或者追尾招式 以上這些隨著新年度開始的新政策 除了民眾們自己要多駕住以外 也別忘了分享給自己身邊的親朋好友知道 記者安齊輪 台東市報導 或許世界通告 接車通告 筒 景色